是早上的8点半 刚刚吃完早餐出来 今天放假休息 我们一家三口去买菜 前几天去菜场买菜买猪肉的时候 猪肉不是降了一点了吗 不然今天有没有再便宜一点 走吧 我们去菜场看一下吧 算成都前几天都还比较热 每天都有27、28度、30度 今天终于降温了 总的晚上下了一点雨 现在又变凉快了 还是凉快一点舒服啊 今天是礼拜一 去菜场买菜在路上 都没看到什么人了 可能大家都去上班了 不用买菜做饭了 来到菜市场了 菜市场门口这里 有很多楼民在这里卖菜 又新鲜又便宜 我们先过去买点菜 来到菜摊 先买点菜 今天的菜都还不错 大家看一下 先买点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好新鲜 再买点竹笋 这个竹笋也好新鲜 再买块苦瓜 这个苦瓜也不错 再买点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也好嫩 再买点青菜 菜买好了 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的猪肉 卖头是前一页吧 现在来到肉摊 大家看一下 猪蹄22 猪肉19块多 龙骨17块多 还蛮便宜的 去买一点吧 现在买菜回来了 买点菜买一点 然后房里丢 在出现 三层的今天的猪肉 卖19块的现一页 前几天好像降了 一两块钱吧 虽然是降了更多 但是在降 就是个好事 朋友们 你们所在的 现在猪肉末的这些 已经来 欢迎订阅留言 好了 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文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看